早上好,快樂電台我們所有的空中的聽眾朋友 包括文三伯仔直播平台所有的聽眾朋友 大家好,大家早上,我今天由我文三伯仔來台班 我今天是台班的主持人,我今天是充當救火員 做這個救火隊,充當這個救火隊就有一個好處 這個人在等這裏噴噴一點點,但是也要把我們的兄弟之外 鄉親市長做報告,剛才說過的,我們今天會邀請青年局 高雄市青年局林鼎超局長,林鼎超局長 來跟大家做一個政策的論述 讓所有的鄉親市長,你們可以了解 我們這個市政府,到底是可以替我們做拿會 尤其目前最關心的青年問題,青年年問題 要可以了解,我們市政府目前對我們這些青年朋友 青年朋友,小朋友,小朋友,對你們的關懷 在節目剛才開始,我們林鼎超局長 林鼎超局長,他在路上趕過來,因為今天公事非常多 文山伯真的是特別拜託,特別拜託 因為所有的年輕朋友很想知道,親創怎麼一回事 所以我拜託林鼎超局長,在百忙之中,百忙之中 先播一段時間,因為這個信息,文山伯也是 感覺越早讓大家去傳播,對我們這些青年朋友 幫助越大,上次的政策論述 我待會兒聽我們的局長來之後 跟我們大家做一個報告 文山伯也是先利用10分鐘的時間 給我們大家論述 1996年到近年,1920年到20年的20年 這個時間到目前,你看 剛才經歷李定輝總統,鄧純斌總統兩天 沒有人叫總統兩天,包括蔡英文總統 目前,這個議員還要完成 剛才共同24年六議員總統 這個時間發生大變化 1996年,李定輝總統 他到我們中國國民黨來參選 這個共和民國的總統 蘇東時,他到七成一對到平民民的兩成九 七成一對到兩成九 我要做一個論述 就是說,李定輝總統拿到百分之七十一的選票 那平民民甚至,他拿到百分之二十九的選票 對這個時間,幾乎一個四年 幾乎一個四年 英雄兩千年 公元兩千年 總統轉代算,蘇東時有三週 三週跟指標性 三週跟指標性 就是,我們國民黨推出的連結 蘇東時,蘇東時 民進黨推出,單水比先制 另外那時候,宋初如,宋生長 突然國民黨來參選 參選,我們這次兩千年的總統 在三家剛才的前行之下 三家剛才的前行之下 中華民國的政權 第一次政黨倫體 第一次政黨倫體 在這個時間,我們也不是說政黨倫體一次 但是,我們政黨倫體要有它的意義和代價 蘇東時,李定輝總統 他用什麼手段,我們不知道 但明顯,很明顯 中華民國在兩千年 政黨翻轉 政黨倫體 這是一個事實 相信這個後面會在歷史上 寫上一筆 但是,本山伯爺要說這 我們最終來就論述了一個清策 我們就對比給他好笑 今年,2019年 也就是我們末年的總統選舉 有一點點去給文山伯爺的感覚 跟我們蘇東時兩千年的選舉 有一點點來輸 但是,如果要再說到完全 要說加上2014年 連送合對單水比和李宇蓮 這個難力對決 當初,當初連戰送處於 以超高的支持度 超高的支持度 穩穩的穩定領先 但是到選前319 兩顆子彈翻轉了整個選舉 翻轉了整個選戰的結果 其中最大的因素 文山伯爺在這邊告訴各位 其中最大的因素就是兩顆子彈 那當然一些其他複雜的因素 大家要想一想 大家稍微想一想 因為兩千空四年了 單水比贏到連送合 跟贏兩萬幾票 不得不超過三萬票 不超過三萬票 所有鄉親事大 兄弟之外 當時大家不超過三萬票 就是文山伯爺 一直在服用的 有我們部分 支持者發動 廢票聯盟 廢票聯盟 大家慎好後 屬於這個廢票聯盟 但是這個廢票聯盟 它的訴求 直接就跟你說 我們屬於廢票聯盟 是有間接的影響性 319兩顆子彈 當然直接的一個關聯性 那廢票聯盟 在這裡面 又是 文山伯爺在這邊跟你們講 陳周扁只贏了三萬票 廢票聯盟的票數 文山伯爺一直在電視上面講過 這樣三十萬票 三十萬票 這三十萬票裡面 我敢打包票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八十 絕大部分 絕大部分 不要說幾趴 絕大部分 都是支持藍軍的票 都是支持藍軍的票 在這裡大家 跟兄弟姐妹做一個報告 蘇東時 一串串的年 民進黨它的基本盤 只有兩三九 只有兩三九 跌跌跌跌到兩千年 但隨便翻轉 沒有不對 文山伯爺如果沒有記錯 是三十萬票 是三十萬票 在兩三九 要成長到三十萬票 民進黨在這段時間 堅固的分裂 也沒有堅固 也沒有經過 政府團成 當時輸當時 民進黨的分裂 大家都掛到記到很清楚 但是文山伯爺很懷疑 這個黨的分裂 但是他的票 他的選票 竟然會成長高趴 九趴我給大家做一個報告 像今年 公民票 投票所 對中央選會 黨選會 來做一個報告 統計道德 大概一千九百萬左右 九趴 你知道嗎 有多少票 九九八十一 九一九 多一千 一百 多一百七十萬的票 民進黨也沒有執政 民進黨更分裂 民進黨也沒有做什麼 讓我們台灣人民 中華民國的百姓 所感動 但是 兵兵無故 經過四年的變化 在主動時的時空背景 當中不是對他們 真有的大環境 對他們真意不利的情形之下 民進黨政府 在那兩千年 拿到賬款 這就是一個屬性 拿到這九趴 文山伯爺 共破頭盔 就是都沒有 後破頭盔 也就是都沒有 在這裡給大家做一個報告 要做一個論述 就是說 為什麼 今年 就是我們明年的總統代算 明年的總統代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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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個局長 我們這個政敵的時間 暫時結束 暫時結束 我們新鮮在這裡 做這個快樂聯播王 所有的 空中的好朋友 我們去局長 坐在那邊 這樣怕頭盔 跟文山伯直播平台上 這些好朋友 來做一個慎重的介紹 高雄市 為了我們年輕朋友的未來 我們的希望在這裡 這個真是高手在民間 坦白說 他非常年輕 月均月曆 非常豐富 而且是在年輕這一輩 真的是 我們青年才俊 附伯爺我不知道 待會兒在我們問 大家做個解釋 吼 吼 吼 我們文山伯的節目 到底來打拚的這些 所有的聽眾 還有觀眾 大家好 我是清零局局長林鼎超 大家好 謝謝 我們林局長 風塵浦浦 但是這個少年雞 我講台語 半台語 聽到沒有問題 所有的少年朋友 這個少年雞 提到所有的問題 幫他要求 拜託一下 市長 進行直接主題 我剛才說 我這裡是打拚雞 我沒有在牛鄉 是 是 像是我們請我們執政 是 當時來到 在韓市長 我們韓國的 在外地 有在金融重要的地位 你來這裡算算是 我坦白說 我知道 當時你為了什麼 來告我們高雄市 幫我們 要來支持 韓市長 這個青年局 這個主要的論述 跟各位報告 我以前是 中國信討 我在中國市 五年 是 在香港的中國信討 那邊 離開之後 我去加入了 創投 創投 然後就協助青年創業 所以我那時候看的案子 很多 有吃的 養殖的 電商 那還有很多這種 我們現在 生技業 有啦 那有一天 市長的幕僚 有跟我聯絡 三月中的時候 跟我聯絡 那三月底的時候 剛好那一天青年節 就是青年局青年節 很剛好 那個局長你完整論述 我今天節目都是要談公務 慢慢講沒關係 只要講清楚 沒問題 沒問題 然後市長就跟我講說 他想成立這個青年局 那主要就是來幫助我們這個青年創業 我們這個青年創業 他覺得 創業現在青年人創業很辛苦 青年很辛苦 需要的其實不只是資金 不只是場地 其實還有輔導 這個都很重要 然後他希望說 可以藉由我之前的一些經驗 來幫幫忙這些高雄市的青年創業 會帶到另外一個境界 希望說可以 像 因為大家談到青年創業都會跑到台北 對 其實很多優秀的我們高雄的創業家 都跑到台北 希望說這些人其實應該可以留在高雄 然後留在高雄 然後也製造就業機會 因為一個青年創業的公司 大概可以製造五到十個工作機會 五到十個工作機會 所以市長也很希望說 我們用創業來帶動就業 不只是把高雄的青年創業留在高雄 也可以把我們中南部想要創業的朋友 都吸引來 都把他拉在高雄 跟市長跟所有的市民朋友 跟市府團隊 跟大家一起來打拼 這樣子 所以後來 我很感動的 然後市長這樣子跟我講 其實我就覺得說 希望可以盡我的能力 還有這些經驗 來幫助我們這些 在高雄想要創業的好朋友 謝謝 所以局長來到高雄真的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坦白說 他本沒在那一千不用擔心 一千而已 還錢多四少離家進 但是為了韓市長的理念 跟所有年輕朋友的未來 他還是一路封城伏伏 單手便馬 下去跟我們高雄想要創業的少年家 但是有說呢 包括所有南部地区 甚至全台灣全省家的少年朋友 你們要做回來打拼 你們要做回來打拼 國長隨時很歡迎 但是在這裡 國長我也要進入主題 你這樣介紹後 以外大家清楚 問三邊 跟論述報共這裡 應該是很尊重 如果還沒尊重 上青年級網站 我們可以直接搜尋 可以 那最主要就是說 我今天必須要拜託局長 很多年輕朋友在關心的議題 是不是 是不是請局長這邊 從青年級設定的主要目的 已經跟論述了 那未來的工作的方向 比較有亮點的 今天時間 真的是有一點不足 我希望局長 能夠論述的比較清楚 文三邊就不要搞話 文三邊就不要搞話 來讓我們請局長 進入下一個階段 就是說 未來 你們預計進行的方向 目標跟預期的成果 要怎麼去弄 怎麼去走 跟文三博報告 那個 網站 目前10月底 才正式的來上線 主要是因為裡面的一些架構 都還在計畫中 那目前10月底確定可以上線 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粉絲團已經上線了 我們粉絲團 其實粉絲團小編 只要有問題 我們都會回 那未來其實 我們先從資金面開始談好了 年輕人創業 其實資金最大的問題 那目前市府有編列了3億的預算 3億的預算 要來協助青年創業 以外 市長 也號召一些企業家創投的這些資金 總共大概20億 20億元 要來幫助我們這些 20億 就是 來幫助我們青年創業 一起來協助推動我們這樣的一個政策 這是資金的部分 那還有貸款 貸款7億五 7億五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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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三年的利息 新年局補貼 3年的利息 高雄市政府千年補貼 我們補貼 3年 還有補貼 還有補助 所以你貸貼 你貸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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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這些青少年朋友 不能放棄 你們自己 要支撐 就是這樣 都買不一貸貸 尤其青年局製 還有補貸 來繼續 市長之前有談到百億基金 它是它這一屆的承諾 沒有錯 所以我們第一年的目標是25億 第一年的目標是25億 所以我們有3億的政府 剛剛有說20億 其實還有7億五的貸款 其實已經 30億到位 差不多 verder 7億的貸款 那所以這個部分都會在第一年 都會同步的來幫忙青年創業 這樣還沒10個月 還沒10個月 大家要講清楚 四年一百月還沒10個月 一間超過30個月 照鏡頭一間也超過 是 那國務 我們除了創業收藥資金 我們還有場地的部分 其實國雄市政府全部有五個空間 五大空間 我們青年局在市運職場館 上半部是青年局 下半部未來也是要計畫做空間的使用 給年輕人進駐 讓年輕人跟我們青年局溝通的時候 沒有距離 來來來來 這樣我再補充一下 也就是說青年局創業 不是他們收到錢而已 和地方也把各位找得好 收金可以跟青年局做一個搭配 還有你們創作的空間 是 收集也找得好 收集也找得好 所以包含原來的五個 五個的場地 加上我們這個就會有六個 六個工作空間 一起來提供給我們青年朋友 如果要來高雄 我們就會馬上的幫他找場地 找好 所以場地的部分其實也OK 對 其實我一直強調說 其實最重要還有輔導 嗯 啊那輔導他嘛 你不是只有給他錢嘛 對 你除了給他錢之外你要找一些 一產品生產之後 啊那銷出去 對 市長一直在提的 禮愛 禮愛 對不對 你禮愛 禮愛 你交出去可能會比他給他錢還有幫助 沒有錯 讓他自己有賺到這個錢 是 所以我們有跟很多的工會 協會 還有一些學校 都有在做開始在做串聯 是 都有在做配合 是 為了就是希望說可以讓他們這個 因為其實創業喔 跟文三伯 光姐 嗯 創業真的很辛苦 沒有錯 大家都專注在技術的本身 嗯 但是 這文三伯 經歷過的艱苦過 但是 但是 也有會計上的問題啦 法律上的問題 包裝上如何行銷 是 你怎麼樣行銷 把東西賣出去 啊有沒有人幫你鋪通路 對 你要銷到東南亞 銷到中國大陸 銷到美國 也是要有這些 有前輩的 有一些經驗的前輩 幫你去銷售 對 啊這些我們就有去跟協會工會 還有一些 大學的這些育成中心 我們來做一個平台 是 我們其實青年局最重要的工作是 我們來做一個媒介的平台 是 希望可以透過這個平台 讓青年創業朋友 找到他們要的資源 是 是 所以 鄉親市長 鄉親的朋友 剛才局長論述的相當完整 他不僅資金 不僅場地空間 連未來整體性的規劃 所以青年朋友 你們剛才一個工作的工作而已 除了我們青年局幫你做便便 你們只能做一個工作的工作 把你們的實力 把你們的專長發推出來 其他青年局會做你們的後動 我們電台 我們要進入工廠服務 電台進入工廠服務 待會再回來 再給大家 跟我們青年局長 再做論述 好 讓電台公告一下 讓電台看一下專輯來講 快樂 電波旻 快樂 九 六 五 快樂 荒香 九 二 三 快樂 大台中 八 九 五 快樂 大台房 八 九 五 快樂 花檔 九 八 三 快樂 平 佳 九 六 七 快樂 虹… 九 壹 三 快樂 文 像 九 壹 三 快樂 台灣 政 菜 武 安 快乐念报榜 快乐念报榜 三三五 数二三三 快上网搜寻 快乐爱台湾 互播0809 092 898 师父 老猪不行了 八戒 只要保持恒心毅力 一定可以到达天主 阿弥陀佛 哎呀 师父 你的马 大师兄 师父别怕 我们有全球租车 哦 是何道理 全球租车提供商务接送 旅游接驳 专业包车 还有轿车 里车 休旅车 大巴 中巴 小巴 绝对比师父的马儿 还要厉害 哦 有全球租车 到西方取经 也不难 全球租车公司 零七八三一九零三七 八三一九零三七 这是一个最快乐的地方 一切真主宰 关心土地 我们的爱 这是一个最快乐的地方 快乐爱台湾 生意最爱 最快乐的电台 生意最爱 最快乐的电台 快乐台湾 政策武汉 快乐联报 来 平时 飞行 继续加油 阿 接着 各位 我们 ations bene settle 来 Ganze 在這裡給大家做一個報告 抱歉 在這裡給大家做一個論述 今天邀請到今天的青年局局長 還有很多還要在論述 我們時間總共有3% 第一段已經完了 寶貴黃金的時間 我們再繼續請局長 把現在的這些政策 我相信很多人都講知道 局長講得真的非常棒 剛才在廣告的時候 大家都在支持 鼎鼎操局長 來我們繼續請局長在這方面再繼續做論述 其實 我們其實韓市長做了一個算是創局 就是第一個我們青年這個創業基金 大家都知道我們高雄市青年局是地方第二個青年局 但是我們擁有所有地方的第一個青創基金 再來就是國發基金 他是擁有國發基金 有幫助年輕人做投資的 那其實國發基金 在之前都比較少關注到我們高雄 沒有錯 很少關注到高雄的企業 高雄的青創 比較多都是投資台北的案子 沒有錯 都是台北的 所以我們這個其實高雄的這個青創基金 就是 專門給我們高雄市的年輕人 是 所以包含貸款的部分 我要講一下貸款的資格 對對對 這個很重要 貸款的資格 最多貸人200萬 200萬 最多貸200萬 前三年不用二生 三年 建戶撥周 自建戶全人撥周 最多貸到七年 七年 最多貸到七年 目前也是最久的啦 啊 涉及一定要在高雄 一定要按高雄的主題 三個月就可以了 三個月 我們歡迎 其他的縣市馬來 加入我們高雄 是 對 然後 資本額 這1000萬以下 1000萬以下 公司不能成立超過5年 5年 公司不能超過5年 為了就是保護我們這些 青年創業的朋友 都可以拿到 就是需要幫助的都可以拿到資金 為了其實就是為了這個 那其實除了 那我們這個基金 其實 會邀請 很多的 就是投審的機制 我們會邀請有銀行界的啦 銀行界 電商界的 電商界 啊通路的 通路的 通路兄 然後還有律師 律師 快技師 還有創投 創投 會邀請這些人來 共同來 算是一個培訓團隊 也算投審 就是我們 我們在投資之前要審查 對 所以要讓各個面向的人 來評估說這個值不值得投資 是 所以其實我們審查 標準也是蠻嚴謹的 是 未來的審查標準也是蠻嚴謹的 沒關係 沒關係 貸款的部分 目前有陳代銀行的 總小信保基金跟我們 當作審查的團隊 所以希望可以 其實一家兩百萬 那我們算一百五好了 七一五可以幫助到五百家 五百家 五百家 一家公司大概十個人 所以可以超過五千人以上 五千人以上 如果我們把它數字量化 如果一家只帶一百萬的話 其實 那就是七百 七百五十家 七百五十家 十個就七千五百人 七千五百人 七百七千五百個人 他可能照顧七千五 對 所以其實這個 這個數字 那輔導的部分 我們跟學校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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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 共創空間 你講國營 共創空間的 學校 共創空間 工會協會 工會協會 都已經在串聯 串聯了齁 都已經串聯了 整合資源做一個整合 我們做平台 對 我們做最後的平台 跟各位報告 青年局的編制37個而已 37個 目前20個而已 要不然全部到位 為什麼沒有全部到位 因為我們留了17個給北平 北漂的公務員 重點在這裡 這個就是 市長在說的 高雄 又老又窮 而且 此地在外飄動 青年局留了一半的 幾乎一半的機會 給所有北漂 想要 一起 打 各位高雄 打拼的這些人 可以回來喔 這個繼續來 對對對 一起回來 那目前收了260分的履歷了 收了 大家其實都 都很想要 那我們這個馬上 我下午就要回去開會 大家趕快做那個趕快來 來來做一些挑選 趕快希望可以讓 很想要回來的這些 我們高雄的子弟趕快讓他們回來 好的好的 電話的部分其實 現在青年局也有專線啦 青年局有專線 然後 那個粉絲團上面都會有 對 FB的粉絲團 打高雄市青年局 上面不管住址電話 然後現在 如何貸款的資格 貸款的資格 其實都有在上面了 對 都有在上面 那網站要怎麼架構 那個上面我們那個 FB都有了 是 對 FB都有 那 網站是10月底 網站是10月底 10月底 10月底 因為我們網站比較複雜 要有收 收案件的功能 沒有錯 沒有錯 準備好才來送路啦 對啊準備好了 要讓大家怕你穩 怕你爬 怕你摘 所以 這個國中 很優秀 來繼續說 不要說 我網站一打開 什麼都沒有 這裡也缺 對對對 不可以了 所以給我們一點時間 因為 從10月1號成立到這邊 也在四天 哈哈哈哈 其實跟各位報告 我們 8月29號 第一個青年局的同仁才來 在那個之前就是 我一個人 我就開 我們有召開公聽會 兩次的公聽會 七次的籌備會議 所以有議員在質詢說 青年局的籌備是不是很倉促 對 跟 文山博文跟各位報告 嗯 我們真的 我們盡量能做的準備 一定都做好 來國政 你 你不用煩惱 文山博要在這裡做一個 註解解 是 青年局從地比較倉促 但是他這一顆心 他這一顆 那個熱熱誠的心 其實沒有改變 由於幾點來 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投審 他在審查資格比較嚴謹 我們不能錢 黑白開了 大家都知道 高雄市政府的財政 財政 財政 財政要六八百萬的利息錢 每天沒分 百個禮拜 特是要六八百萬的利息錢 我們現在有辦法 去募集這些資金來 不管是企業投資也好 還是車廂也好 但是 青年朋友 孩子那樣 開打 開打就不怕 比喻 嚴謹的審查資格 是保護你們 保障你們 絕對不是雞蛋 你挑骨頭 越清楚的 企劃案 越清楚的業務執行 在這邊指導協助的單位 如果審查得很清楚 他們實際 投入協助你們的空間 也非常 也比較有時效力 所以這 我們不能怪我們青年局 當然 局長是一個很完美的人 很完美的人 他希望把 網站建立之後 能夠讓所有的 年輕朋友 得到你們想需要的 所以這要讓我們青年局的時間 再來 文壇伯也要把我們一起報告 我們局長10枚 我半枚才給他 他聽說青年朋友 很想要了解這些事情 來 把我們的局長 摔一整排愛心 摔一整排愛心給我們局長 我們局長再繼續做論述 加油 摔一整排愛心給局長 來 繼續請局長再做一個論述 其實我們除了說 創業部分也有 其實大家也關心到住的問題 所以其實有 我們勞工局有青年移居津貼 如果說你是 你是在 外縣市 然後 想要回來的 那也可以 也可以來申請這樣的補助 一個月可以申請1萬塊 1萬塊 1萬塊 這個原本勞工局就已經有在做了 未來我們可能會再看一下 怎麼樣來調整 讓更多的 需要幫助的人去受惠 青年移居津貼 對 你如果願意回來 薪水可能3萬5以上的 也可以來申請這個補助 來 都很好消息 都很好消息 繼續跟局長說 不然我把你插給我 待會我們會叫我 都是愛心過來 來 其實論壇啦 競賽啦 比賽 我們都會辦 是 其實我之前 我真的這幾個月都跑了一些 我們青年創業的公司 有一個公司就跟我講說 他們想去法國參加 時尚週的那個 因為他們也被邀請 他們有去想要去參加時尚週 但是去法國參加這個展 其實很貴 還要經費 經費 要經費 對 要經費 然後 去跟中央申請 文化部也去了 外交部也去了 這樣申請才八萬塊 基票付安就沒有了 沒有啊 這樣就沒有了 基票付安就沒有了 基票付安就沒有了 所以 其實 其實這是很難得的機會 沒有錯 法國巴黎 沒有錯 代表的就是我們高雄 對 他就說我是高雄的設計師 對 我聽的實在是有點難過啦 對 其實有點難過 所以 所以我就說未來我們這個國際參展的部分 對 國際論壇喔 能幫 如果是 參加被邀請啊如果是參加 參加的話 我們高雄市清零局都會補助 是 我們都會來補助 有聽到嗎 有聽到嗎 聽到沒有 所以除了說我們自己把我們這個創業環境弄好之外喔 我覺得 去參加國際的這些展覽那個能見度也是很重要 沒有錯 沒有 要讓更多人知道說高雄有好的青創團隊 有好的產品 這批號碼能夠得到博勞 對 博勒 對 博勒 對 對 對不起 然後 貨也可以消出去 沒有錯 人家看到說啊我這裡的貨物 可以把貨也消出去 是 對所以其實這個都是青年局 不是只有在我們把高雄的這個環境弄好 是要如何讓更多的高雄年輕人 跟世界接軌 跟世界接軌 被國際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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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是我們青年局未來的 一個很重要的目標啦 對 這個也是我們青年局未來很重要的目標 是 然後像其實 就是 我們每一年世界有三個大的電子展 對 中華民國政府 今年2018年送了44隊的團隊出去 對 沒有一個是高雄的 喔是這樣子 但是問題是因為其他的地方都有補助 可是我們高雄的子弟這邊 沒有去補助到 是 對對對 那未來其實這個部分我們也會加強 好 希望明年 電子展也有我們高雄的青年創業團隊 對 來 參加這個國際的比賽 是 參加各國際的展覽 是 對對對 你剛剛聽到的齁 這個不是我們在 我們不是要做配方 但是這個事情都要一個比較 有做的人要給一個輕盈 剛剛看到局長國際性的宏觀 包括剛剛提了法國這個展 欸法國是時尚之都 對 法國時尚之都 時尚之都而且是世界focus的焦點喔 它每一個展都在全世界有幾足輕重的位置 但是高雄過去就是沒有 可能在經費上或者是哪一個種種方方面面 我們青年局未來後面未來絕對 可以把這個問題找出來 實質的可以協助 這個 我們再繼續 欸 不好意思啦 文山北亞不能再搞話了 我說插話喔 真的是很討厭 但是有些事情喔 到這個時間點 關鍵點 我希望 論述得更清楚 因為文山北亞 這個 有你的現實我知道了 所以我要論述清楚 拜託喔 大家要過了 我一宣傳我們再繼續請局長 有限的時間再拜託掌握一下 對 創業 剛剛看到觀眾朋友 創業平台的概論 其實我覺得 因為青年局真的 我們就算全部編制37個 那其實 大家都來自各個局 其實很多人擔心說 你 你 辦街舞要不要 辦街舞是不是要找青年局 勞資糾紛是不是要找青年局 青年人勞資糾紛 當然 對 其實跟各位報告 大家對青年局期待真的是很高啦 對真的是沒有錯 對那所以其實 我也為了不要讓大家失望喔 我們 我們局目前 局裡面都是來自各個局處 是 也就是說 如果說你要辦街舞 其實這是運發局的事情 運發局 運動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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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對 所以 所以其實 像教育局也是 打給少年 少年 也是很多 例如說 其實如果說 大學以下 因為 這個 行政院頒布的 青年的定義 可能在18歲以上 45歲以下 18歲以上45歲以下 那18歲以下 其實都比較屬於教育局 對那有人 其實下面教育局 以後是 有些學生想要去參展幹嘛的 這個我們可能也找教育局來寫 做幹嘛 所以其實 我們希望成為高雄市年輕人對 高雄市政府的 單一窗口 平台 平台 我們是一個大的平台 對 然後 希望可以說 來找我們 我們就還是可以幫你解決到問題 因為解決問題最重要 我覺得解決問題最重要 對對對對對 剛剛聽到局長這麼說 剛剛聽到局長這麼說 我敢大膽的跟這些 年輕朋友 你們現在 真的 不要連做夢都不敢 不要連做夢都不敢 你要有勇氣 自己會怕 別人這麼會疼 而且看到這麼人 整個人 完整的 真的不是像他們說 毫無準備就提槍上陣 不是這樣 絕對不是 這個局長坦白說 大家很舉起的 要希望 局長來上節目 今天文三伯真的也很勉強 時間 今天很晚的時間打擾到局長的時間 我真的很對不起 但是這些所有的好朋友 年輕朋友 未來對青年級的期待相當高 當然才幾天而已 你聽到他這個論述 相當相當的清楚 文三伯真的在講 來請說 我再補充一下 我剛才看到 我們網友說 37個會不會太少 其實這真的是一個很困難的 其實跟大家報告 六個直轄市裡面 只有兩個有青年局 沒有錯 其實台北市有沒有想要做青年局 也是有喔 但是沒有圓額喔 沒有圓額 因為一個直轄市 最終是32個局 青年局是佔了高雄市最後一個局處 那台北市也有一個局處 他也剩最後一個圓額 但是他沒有 他沒有圓額的編制 我們是跟各個局處把這些圓額 空的圓額衝出來 37個 那37個先讓我們試試看 如果說 效果很好 市長有說如果效果很好 需要擴編 他一定會全力支持 這是補充說明 我們待會準備進入 工廠國務 未來的期待 未來的方法很重要 未來的論述更重要 之所以青年局今天 你看喔 你們要分享開來啦 不然的話 我連文三博開個夜間說晚安都1600 你現在局長來不會很丟我的臉 對不對 我要拜託來 待會我們工廠錄文 今天我們電台工廠國務的時間 再回來我們節目 YouTube的網站沒有停 剛剛聽了局長的論述 文三博真的是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慨 高雄市在有限的勤費 和解針 快到電報網 快到狗狗賓 97.5 快到昆家南 92.3 快到大台中 89.5 快到大台北 89.3 快到華東 98.3 快到佩鵝 96.7 快到紅蝦 91.3 快到台灣 政策武漢 快到聯報網 世俗都變 人生無常 有的人是為了 親情 事業 身體 在緩樂 所有的緩樂 在這裡有一個 很好的方法 要跟你們分享 就是這張揮揮文 我們要睡前 揮揮給自己的 萬親在住 周深 我們的心來 會更平靜 免費 和你結婚 碰巧 三三五 數理 三三 師父 師父 老豬不行了 老豬不行了 八戒 只要保持恒心毅力 一定可以到達天竹 一定可以到達天竹 阿彌陀佛 絕對比師父的馬兒還要厲害 喔 由全球租車到西方取經也不難 全球租車公司 07-831-9037-831-9037 從生完小孩抱著上下樓梯 現在走路變得好吃力 我也是啊 年紀大了 走路很不舒服 保養變得很重要 擦的葡萄糖胺產品 讓你隨時更方便 全用來自純淨無污染的 紐西蘭奇蹟之背 清口一杯萃取物 現在葡萄糖胺 MSM關護乳膏 特價優惠中 快上網搜尋 快樂愛台灣 互播0809-092-898 這是一個上街快樂的所在 一切真主在 關心土地咱的愛 這是一個上街自由的所在 快樂愛台灣 誰願相有愛 最快樂的電台 誰願相有愛 最快樂的電台 快樂台灣無限精彩 快樂聯播網 天安群局長 做一個完整日子 來 繼續回到空中的時間 把握最后的機會 把握最后的機會 快來快看萬來 你就減看一半 繼續讓我們的局長 林局長 繼續跟大家做一個 未來的取習 跟他希望 這些年輕朋友 怎麼做 但是文章博還要留 一兩分鐘的時間 會跟局長說 我發覺到的問題 好了我不要說了 別再翻譯了 說給局長再說 來 其實每一個局的規劃 都是有短期中期長期 那短期的部分 我們當然是希望可以做到 每一屆的平台 跟所有的產業界的 學界的 工廠官學 官的部分也希望跟各個局處 搭乘一個很好的橋樑 讓所有的局處都是可以來幫助到年輕人 接觸到年輕人的 所以其實短期之內的目標 就是希望可以達成這個媒介的平台 然後也可以讓更多的年輕人去接觸到國際的這些 包含論壇比賽 或是我們邀請這些國際的比賽來高雄舉辦 這個真的是比較然後網站的架構啦 然後如何去申請啊 如何這個這個是短期的目標 中期的目標是希望說 我們投資的這些 投資的這些青創團隊喔 可以得到我們輔導 讓他們慢慢的往上爬 對 這個最重要 這個最重要 對就是其實我剛剛跟文三博這邊討論 就是其實輔導就是最重要的 對沒有錯 輔導就是最重要的 可以讓他們拿到就是說 不管是專業的一些意見 還是真的有這些包含大公司可以幫他們賣 賣產品 這個是我們最終期的目標 長遠來看 比較長期來看 其實希望說這些被我們輔導上去的 都有賺到錢 然後我們再把這些資金再拉回來 再來幫助 循環回來 對 其實要讓它成為一個循環 其實要讓它成為一個循環 因為一個青年創業 大概三年四年 等到比較穩定的時候 比較穩定的時候 其實他們應該就會得到 自己可以走的比較好的 比較好的 然後可能台北的創投 沒有錯 或者是一些投資者有看到他們的 那這時候我們政府的資金就要退場 退場 再延續支持 然後我們再回來 再回到前面 然後讓它成為一個正的循環 這個厲害 這個厲害 真的真的很厲害 這個才會比較希望說這個成為一個兩線循環 讓我們高雄的年輕人 因為其實資源有限 幾乎資源真的有限 那讓這個資源 就是 就是幫忙到 真的有幫忙到 需要幫助的人 他成熟了 他當然他自己 產品也消出去了 人家也知道他是誰了 其實這個時候政府就要慢慢的來幫忙 來我打斷一下 局長說的真的是數量有限 但是他未來規劃配套也很好 他說這個循環就是說 既然你已經走穩走平了 走順了 而且你的層面也拉高了 已經拉高了 讓這些機會政府可以在那裡退場之後 再支援 再支援下一批的人 所以 大家都總有機會 只是你要把你準備好 你要充分自己把自己準備好 這個才是你競爭的能力 第五批次 如果沒有得到資源的 你也不要灰心 不代表你就得不到 再你再繼續的支援下去 這個 我跟各位說 局長這個論述有多重要 他要像一個火水 穿著一個瓦水 你聽我的意思嗎 這水流到這裡已經水上傳高了 大家當中 當中已經有夠地位了 抱歉 我們這個水和火流 比較需要水佳的人 同樣的再拉抬一批 所以說 文三婆再說 不要再講太多 文三婆再說 你們不要放棄你們自己 這個新人局局長這麼好 坦白說 連這個文三婆都沒有想到 我生理頭上升降了很快 但是 抱歉我這次還不夠 來 繼續讓全區長再繼續吞吐 所以我覺得 還是要回到說 其實 青年局 我們主要的幾個業務 國際的年間度的部分 然後移居津貼 我們未來也會有青年公共參與 讓更多年輕人聽取 其實我覺得青年公共參與 希望可以讓年輕人 接觸比較多的社會公益的部分 讓社會公益就是市場長講的市場股人多了 對啊 這個年輕人也要去了解這個部分 對 那其實另外就是 我們創業的部分 其實四大塊 是 投資貸款補助跟輔導 投資貸款補助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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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這個就是未來青年局 最重要的幾個工作 是 對 這個局長他的論述 坦白說起來 他跟挖心挖廢 他這樣可以看到 他還沒有到高雄之前 當韓市長找了他 他已經各個面向去接觸到了 所以讓這個工作 能夠這麼快的上軌道 我在這邊還是要特別感謝局長 當然對高雄的年輕人 你們大家真的有福了 你們大家真的有福了 聽了局長說了這麼多 我坦白說 我今天拜託局長 千辛萬苦的把時間挪出來 給我們這些年輕人一個機會 當然文三伯 還是有接觸到一些年輕人 有些問題 必須得要去面對他 必須要去解決 比如說 有些家長們 他們在關心小朋友電競的問題 我也跟家長說過 這個電競的問題 青年局你放心 現在目前很夯的 很夯的 青年局局長 他的國際觀相當的宏廓 相當的服務員相當的大 這個你都可以不放心 但是有一個問題 文三伯是心有同感 因為這個 很多外漂子弟 包括可能北部到南部來 讀書的這些青年學子 他等於印尼可能是住宏 印尼可能是住宏 印尼可能是學校 學校是安安 可能沒辦法 你可能要租住在外 同樣的 大家都會面對到一個問題 我相信很多在外求學的學子 不管北漂不管南漂 你從北部到南部 或者是從南部到北部 任何一個地方都會面臨到 租屋這個問題 有很多年輕人在跟文三伯反應 我們現在電錢一宗一宝電錢 應該沒錢 不超過三個 他們都得到的 我不是說全部房東都是這樣子 但是這個問題 可能要做一個調研 做一個詳細的調查 有些年輕朋友告訴我 反應我說 如果夏天要開一個冷氣 收到一度電五個元 我怕一條 我說愛白鯊 我說這樣而已 才有一部電五個元 就是他們的電 那又不是營業電 才有可能學生要宿舍 一部電 要收五個元 在這些學生的他們心目中 他們是會覺得 這個可能要拜託局長 稍微相關結束 我現在就丟一個工作給你 這個你可能回去要稍微的注意一下 不管是哪一個局處 我們追求的就是公平跟正義 當然有年輕的朋友 他們不知道如何申請 從正常的管道去弄 那沒有關係 青年級就是各位一個非常好的管道 如果你覺得你在居住上在這邊高雄 甚至台灣全省 有人則到沒有公理沒有公平的對待 我們還是希望你們勇敢的發聲 勇敢的講出來 不要埋沒自己 不要埋沒自己 那會影響到你的求學意願 跟求學的環境 這個都不是我們希望看到的 你都說給他出來 電子一公五個元 我在想是一個天方夜談 當然我也希望這個事情不要去影響到這些年輕朋友 因為他在外面讀書已經很辛苦 還要繼續打工 還要打工 他還要打工才能彌補到他的 甚至還有人還要負擔攜帶 這些人 他們都負擔都相當的重 所以這些好朋友 我必須要拜託你們 我必須要拜託你們 跟你的學生 這些出租的學生 當作你自己的孩子一樣 在這裡看待 等於你有一天 你的孩子如果相關 以其人質到 凡是其人質身 我相信你也不願意 你也不會下去 直接給我們大家做一個報告 是不是大家還要花三四分鐘的時間 我們還有三四分鐘的時間 當然局長的論述都很完整 我們希望這個最後兩三分鐘的時間 讓局長跟所有的年輕朋友做一個呼籲講講話 這樣可以嗎 希望我們未來青年級怎麼做的 我們都知道 但是他也希望有一些話 跟我們高雄在地的年輕人 做一個鼓勵 是不是簡單跟大家說幾句 其實高雄四千零局是10月1號成立 很多地方可能還需要再加強 然後也很多地方可能還有做不好的地方 然後也希望不管是打電話給我們 或者是FB留言給我們 我們其實都會回應 然後也會來改進 然後為了就是希望說 可以讓高雄整個大環境更好 可以讓青年不管是創業 因為剛剛我講創業也在帶動就業啦 那可以希望說讓高雄 高雄人不管是畢業以後想要創業都可以留在高雄 因為我們現在的環境 確實希望在我們的努力之下 可以讓所有的資源 除了讓原來資源做整合之外 可以讓外部的資源再進來 一起來包一起來幫忙這高雄市的 但是這個部分不是只有市政府自己推倒 需要所有的市民朋友 需要所有的在聽眾和觀眾們 一起來給我們支持和加油 然後提供我們意見 這個都沒有問題 是 好 那節目最後還有兩分鐘的時間 我必須要跟各位講 今天是所有青年級來的到這裡到高雄的 我們不要再去喊過去說什麼 縱北欽南 其實韓市長已經把所有的重心往南部拉 他也希望持續所有南部的力量 讓這些年輕小朋友 這個號碼能夠得到博樂的肯定 當然這個平台上面 青年級淡眼的功能相當的重 但是文安博在這邊跟你們推薦 以我就這麼一點溝通的時間 我覺得他準備好了 就怕你們還沒有準備好 因為他連附近區域 整個區塊的企業 包括整個協會 包括整個所有的組織基本面 結構面 他都已經有了一個基本的一個概念 而且已經都緊鑼密鼓的在進行中 所以高雄市的青年級是值得大家提醒 你不要怕你們要勇敢向前怕 青年級淡眼電出這麼大的生意 如果有勇敢不及到的地方 我也希望你們這些青少年朋友勇敢說出來 越減越好 越險越好 青年級特地對著我們這些青少年朋友的未來 一定會大家幫我們加油做的手 做的拼在這裡不用擔心 到時候我在這裡也要再次服用 慶頂高雄的這些企業 我也拜託你多多關注我們青年級 產官學是要做結合 高雄市的官方不像以前了 不是美在那邊蓋房做官場 真的是閉口腳 湯匙腳 買內衷 買內衷 節目時間我們要繼續 我們拜一 再繼續 快樂連播放 到電台發展 大家一起走 今天非常感謝我們青年局局長 林頂超級長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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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謝謝 好